大家好,我們要介紹的是咕嚕喝水器 我們主要介紹的主題有 動機介紹、系統功能、習慣養成以及使用介紹 為什麼我們會想做這個喝水器呢? 因為現在的人幾乎用手搖引去帶水 導致一天內的喝水量不足 讓身體代謝附加,造成許多大小的疾病 所以,我們想透過這個喝水器來幫助改善這個狀況 首先,咕嚕喝水器的功能有 能記錄及分析長久喝水量 顯示喝水量有無達標 將數值分析於折線圖 能輕鬆及快速了解目前的喝水量 以及有沒有達成自己每天必須到達的飲水量 系統功能利用UNO版與鋰電池、重量感測模組、顯示模組結合 使用藍牙模組和手機APP連線 硬體電路利用鋰電池提供電能給UNO控制板 UNO版會控制所有人件及模組 將HX7EE重量感測模組與寸重感測器做結合來量測水的重量 將接收料的數值傳送到OLED顯示器 利用程式設計就能知道目前的喝水量 接著利用HC05藍牙模組與手機做連線 將資料傳送到手機進行分析 軟體程式 我們利用重量感測模組測得重量為喝水量 會透過藍牙模組將測到的數值傳送到APP Inventor 接收到數值後儲存並計算每日有無達標喝水量 也利用接收到的數值產生折線圖 以上測到的數值透過計算後 1克約等於1cc能讓使用者更方便觀察 選擇折線圖是因為比較能看出每天喝水量的變化 這樣也能讓使用者更清楚如何改善 每日喝水量是根據衛生福利部中的資料顯示 喝水量可以根據自己的體重每公斤乘上30 這是一天內的喝水量 利用Guru喝水器 我們希望能達到促進身體健康 養成喝水的好習慣 剩下買手有贏的錢 一舉多得 記得一定要多喝水哦 以下就是我們的使用介紹 首先使用手機連線HC05 輸入體重 預設值是50公斤 把空杯子放上電子身後 在手機按下歸零 再把水倒入杯子中 OLED上會顯示這是即將的喝水量 點選新增喝水量 點選新增喝水量 數值會記錄到手機雙 然後分積成折線圖 現在是上午10點 所以數字會審視在10點的位置上 測試有無達標 因為預設體重為50公斤 所以要把50乘30 代表每日喝水量是1500cc 點選確認達標 可以確認今日喝水量有無達標 最後要把喝水量統計 並會製成折線圖 因為我們目標是做一個月的內容 所以1月的喝水量 皆為我們測試的數值 以上皆參考用 折線圖有三種模式 每小時 每週 每個月 的比較 能讓使用者更清楚自己長時間下來的喝水量 以上是我們Guru喝水器的介紹 謝謝大家 大家在那邊 積聖地 注意 有些連結 把 冰箱